欢迎回到我们的美洲360 我们来看一下上个星期车谈发生了什么大小事 第一则新闻就是万众瞩目的 Proton S90 终于占出它的如山之面目 而且全车系都标配涡轮增压引擎 没有错这一款车终于来到我国市场了 原厂在最近公布了它的真实的外观设计 这辆车其实是基于这个吉利的豪越打造 但是你可以看到外观设计的部分 有一些 Proton 自己的元素 例如全新的水箱护照等等 另外原厂将它归类为这个D-Segment的SUV 所以它的定位会比起这个Proton S10还要贵一点点 除此之外这款车的后座空间表现真的是很赞 因为我在现场我有进行这个轻身的测试 我的身高大概是181 我坐在后座的话这个空间表现还是不错的 至于在引擎的部分呢 它同样的搭载1.5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但是全车系都有这个48V的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官方表示它的油耗表现会进步15% 也就是说它会更加的省油 而且它的最大马力表现呢 也比起原本的1.5公升引擎更强 达到了190PS大概是187HP左右 然后峰值流力表现是300Nm 你觉得这样的动力够用吗? 接下来原厂就会邀请我们去试驾 所以大家想知道这款车的更多详情 记得留守我们的频道 第二则新闻同样的还是跟Proton有关 就是在这个S90的预览会上面呢 原厂的高层也就是这个李春龙博士呢 表示了在年末还有一款新车发布 这款新车同样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Proton S50 Sedan 这款车型则是采用了这个豪越的设计 基于BMA平台打造 也就是这个X50的平台 因此你可以看出它是X50的Sedan版本 所以其他的详情呢 原厂并没有公布 但是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指数呢 虽然中国版采用的是1.5公升的自然精细引擎 但是马来西亚版本会有涡轮的版本作为选项 预计它的起步价会低于10万令吉左右 至于会不会有混合动力版本呢 据说还是会有的 它会采用跟这个S90一样的1.5公升加48V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但是预计只有顶级版本会提供这个混合动力系统 但是入门的版本应该还是会采用这个原本的1.5公升涡轮增加引擎 分别是150PS 226Nm 还有这个177PS还有255Nm 三者都是匹配奇数的爽离合器变速箱 大家期待这款车吗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第三个新闻 就是 Hyundai 在首尔车展上面呢 发布了 Hyundai Sonata 的小改款 虽然讲这一次是小改款 但是它的外观设计有着非常大的进步 变得超级帅气 因为在目前贩售的 Sonata 很多人戏称它是碾鱼 因为它那个灯条确实很像碾鱼的胡子啦 可是这个小改款的设计变得非常的好看 尤其是它的车头有这个连贯式的LED尾灯 还有独立的这个大灯珠 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摩登 非常的时尚 但是这款车虽然的外观设计有很大的改动 可是原厂还是称它为小改款 所以这款车应该会多卖几年 而且目前马来西亚的 Sonata 其实是从韩国进口 所以意思就代表着这个小改款的 Sonata 很快就会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在韩国的部分呢 它预计会达到这个2.5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最大马力达到了290HP 那么马来西亚市场会引进什么引擎呢 希望不要是那个2.5NA 的啦 第四则新闻 Mercedes GLC 大改款 将会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预计只会提供一个车型售价从37万令吉起跳 Mercedes GLC 是目前原厂在全世界范围最好卖的车子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 C-Class 的 SUV 版本 这款车在马来西亚能见度也很高 而其实在去年呢 这款车就已经推出了大改款 可是因为这个零件供应的问题等等 它一直到今天才登陆我国市场 如果我们从外观设计来看的话 这个全新一代的 GLC 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非常的优雅 我个人觉得它比全新一代的 C-Class 更好看 至于在内装的部分呢 则是跟这个 C-Class 共享 毕竟它们其实都是采用同个平台打到的车款 而根据消息指出 马来西亚版本前期只会引进这个 GLC 300 的车型 也就是搭载这个 2.0 公升涡轮增压引擎的版本 不过也会提供这个 48B 的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匹配九速的自拍变速箱 这个动力系统就跟 C-300 是一模一样的 至于在售价的部分呢 预计这款车会从 37 万令吉起跳 大家喜欢这款车吗 它下个礼拜就发布了 最后一则消息就是这个 Toyota Yaris Cross 东南亚版本呢 预计会在 6 月投产 那么马来西亚应该也会很快看到 这边讲的 Yaris Cross 呢 跟这个欧洲的 Yaris Cross 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 Yaris Cross 是为了取代 Yaris 在本地的地位 也就是东南亚的市场啦 因为呢东南亚市场不会有新一代的 Yaris 他们会以这个 Crossover 车型来取代 而这个 Yaris Cross 就是因为这样而诞生的 同样的它也是采用这个 DNGAP 平台打造 所以呢操控表现跟安全性也会有大大的提升 但是目前而言呢 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款车的外观设计 但是可以预期的是 它会采用跟 Vios 一样的 1.5 公升 Dual VVTi 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 106 PS 峰值纳力表现 138 Nm 匹配 DCVT 的变速箱 另外坊间有传门指出呢 这款车也会成为下一款 Pro Door 的 SUV 车型 所以呢我们应该很快就可以在马来西亚市场看到这款车 大家期待吗?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期每周 360 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帮我们订阅一下 我们下次见 拜拜